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上个礼拜日逝世 享年94岁 而在星期五 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内举行了有一千人参加的追导会 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 前总统小布殊 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以及已故总统福特 肯尼迪的家人 南希里根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不示弱 有时候颇为頑固 但是对里根总统绝对忠诚 里根2004年患老年痴外症去世 在那时候之后 南希里根一直大力呼吁加强干细胞科研 在南希里根去世之后 奥巴马总统下令美国联邦设施 降半期治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